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议解说电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小伙被关在满地式鸡蛋的房间里 才换一颗减三年寿命,结果全被踩碎了 故事刚开始,人间流传着关于宝藏图的传说 话说在汉年汉月、汉日出生的人才能找到这个宝藏 这天老王拿着一张藏宝图,带着三个小弟 也就是小壮、小昆、小美 跟着地图到了佛像的所在地 小昆将熊猫血倒在了魔像掌上的银剑上 瞬间就风云骤变,电闪雷鸣 随后魔掌被炸开,里面并没有什么宝物 只有一具干尸 他手里还捧了一个宝箱 几个人将宝箱打开,却发现里面是一些铜织耳机 这时干尸突然松醒,杀死了小壮 其他三人匆忙应战,却不是干尸的对手 在危机时刻,大强出现,救下了三人 并对他们讲述了干尸的来历 原来这个干尸是大强的同门师兄施格 为了练习长生不老之术,走入了魔道 他想要用佛祖宝藏的消息,利用害年害月害日出生的人帮助他出来 师哥之前已经杀害了46人 现在他只需要再杀三个害年害月出生的人 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 说完,大强还给他们系上了铃铛 因为师哥一出来,铃铛就会响起来 大强的长生之法是放生,杀生就会折兽 只有大强手中的银剑能杀掉师哥 为了找到师哥的踪迹,他们去找狗王帮忙 并请狗上身 随后他们跟着师哥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没想到师哥将这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干尸 老王三个人也受到了攻击 幸好跑得快才安全逃脱 随后几人又继续追踪师哥的踪迹 却追到了捕快老吴的身上 原来这是师哥的计谋 为了干扰视线,他将自己身上的一块皮扔在了老吴的身上 此时大强一直在老吴的身上闻来闻去 老吴以为他们是小偷 就将他们全抓了起来各种折磨 另一边,师哥将兽银男给杀了 并且还把狗子身上的符咒也烧了 而大强这边变成了狗子 几人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大强给恢复到了人样 在继续追踪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女鬼小梅 小梅想要一个人替自己去还原 这样他就可以投胎了 经过小梅的一番观察 他觉得大强最合适 更是在了解到大强修炼的是长生之法后 就认定是他了 他把大强放在一个铺满了鸡蛋的房间 踩到一颗剪三年寿命 大家都知道大强是不能杀生的 而小梅很坏的 他控制大强踩碎了所有的鸡蛋 转眼大强就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此时师哥出现 吸收了小坤的寿命 还趁机抓住了老王 随后师哥与小梅展开了大战 可是小梅压根不是师哥的对手 还好小梅用银剑划伤了师哥 师哥假意逃走 随后又将小梅抓走了 此时小梅十分愧疚 牺牲了自己把他们带到了师哥的老巢入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几人终于找到了小梅的位置 趁着师哥进入密室 几人赶紧去救人 随后他们与丧尸们展开了一场 长达两个小时的大战 并掌握了丧尸的弱点 此时师哥一出来就杀死了小梅 在吸收魂魄时 结果用力过猛 扯断了铁链让自己受了伤 最后大强用银剑 摧毁了师哥的命脉 这回师哥终于死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集丧尸恐怖搞笑 于一提的电影 你喜欢吗 今天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